挥支架呢,大家都知道,是一种慢性难育的感染性潜步真菌病,且发病率占逐年升高的趋势,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。 那么在生活中,它到底是从何而来呢?我们往下看。 挥支架可以由首选、组选、直接发展传播而来,甲位于直目端的身面,与外界环境密切接触, 易受各种理化因素的刺激、侵袭而损伤,导致了真菌感染。 个人卫生方面,供用拖鞋、擦脚布、脚盆、经常光顾公共浴室或者游泳池、 长期穿不透气的鞋袜等不良卫生习惯一时加感染真菌。 健康状况方面,披制类固醇、免疫抑制剂治疗者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,增加了真菌感染的机会。 长期滥用广浦抗生素可导致体内菌群失调,给真菌感染带来可尝之机。 生存环境方面,手足多汗者皮肤和甲板一直处于筋软的状态, 其抵抗真菌入侵的能力降低,潮湿的环境适宜真菌的生长、繁殖和致病。 研究发现,有家族使者比公伦拖鞋、擦脚布、脚盆者发生甲真菌病的危险性更高, 这说明灰之甲具有遗传感染性,可能就是某些灰之甲患者难以恢复和容易复发的原因之一。 美甲也是灰之甲的危险因素,在操作中,甲板和甲皱壁会造成危险的损伤而导致真菌的感染。 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原来灰之甲的发生是这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, 健康状况、生存环境及个人卫生习惯的改善, 特别是首途选的阶级防治对于灰之甲的预防和处理都有重要的意义。 我是孙春公红花,你的点赞是我分享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